我讲了一个我看到你按旋的姿势就是可能一个有问题的地方 是在这边就是说当你的音阶从高音往低音的时候这样 然后你在换旋的时候你这边会有个比较大的扭转的动作 然后一般正常的话动作不会这么大就是大概这 然后就是因为你录影的画面手没有照得很近 那通常会有这种动作很有可能是你在按旋的时候你的就是你的这个地方 跟琴是没有靠在一起的 就是说你可能是这样按旋 然后那那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琴会 我们的琴是会放在就是譬如这里这里是会靠着琴 会这样靠着琴在按 然后这种按法不是不是说不行那其实也有某些老师会就是 就是证为就是按按旋一定要这样按就是这边是不能靠着 那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小婷家其实都有靠着 然后再来也是说这样子按旋其实是比较轻松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说你因为这样子按了那你可能换旋 所以你这边就是转过去的角度会比较大 那如果是这样靠着它会比较顺着这样过去 然后那就是说造成这样子按旋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说你在按旋的时候你可能是一种就是比较像是捏着旋的方式 而不是就是那所谓捏着旋的意思是说就是通常是这样 就是你在按的时候大拇指也会出力 所以是这种方式 那比较轻松的按法是大拇指是不出力 就是我们只有手指出力 那我通常会形容的是手指出力 手指不能出力 就是这样子就是握拳 但是手指没有出力 所以手指看起来是软软 然后当你在按旋的时候 就是其实我们用按的力量 按的力量会把琴这样压下来 所以压下来就 就是手就撑住了 所以手是不用出力 那撑住的方式有很多种 就例如这样子一系统 所以我现在是撑在这里 那我也可以譬如撑这里 然后也可以撑大拇指 然后这个动作是我靠手指按旋 所以把琴压下来造成的 所以不是我的大拇指自己过去抓住琴 所以按旋的时候大拇指都是不出力的 好 然后就是说如果你要检查你按旋的动作 其实正不正确有一个我觉得简单的方式是这样说 就是说 其实你在拉 譬如拉一首曲子好了 你在按正合一个音的时候 你下一个音的手指 其实如果你可以非常轻松的按到下一个音 那那个按选的动作就会是正确 简单说例如我在拉 譬如两支拉我好了 好 那历五在拉D的时候 下一个音是me 那me可以轻松按到 然后再拉 me的时候 8可以轻松按到 所以这样的话你再连续拉的时候 就也在拉 7可以按到 下一个音so可以轻松按到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你在拉这一个音的时候 如果下一个音的手指可以轻松按到 那这样的方式 在连续的时候就表示 每一个手指的连续都是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检查的方式 所以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练习看看